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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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碰到很多朋友客人呢 他们在跟我们讨论劳工法 或者是工商法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问他 你知道你自己是属于 是扩免性员工还是非扩免性员工吗 他们大部分都不知道的 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想分享一下 怎么样分类 那如果你的雇主在聘用你的时候 没有特地说你是扩免性的员工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是根据法律呢 就是假设呢 你就是非扩免性员工了 意思呢 这个给我给你一个最 什么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 货免性员工就是用实信来收取工资的 20块 一周工作5天 你的工作是在办公室做文员 或者是你在窗户做窗户的管理员 或者是你是做厨师的助理 你是有规定的时间 你的工资很清楚的 这个是你必须要跟你的雇主讲清楚 问清楚的 不能不信不处的 我们有碰到我有个朋友 或者客人呢 是不信不处的 上班进行下班不知道 薪水多少不知道 去哪里都不知道 这是很不合理的 所以你要维护你自己的权利 最基本的 你要问清楚你的工资工作时间等等 那个是最基本的 不然的话呢 你根本没有构成一个雇主跟雇员的关系 对 好了 如果没有跟你说清楚怎么样的 只是告诉你20块一个小时 怎么了 我们就假设你是属于一个非扩免性员工 这是最大的区别 扩免性员工呢 就是说那种属于管理性的 行政性的 或者是专业性的员工 比如说工程师 护士 医生等等的那种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说 因为扩免性员工呢 他有可能需要在不同的时间 超于平常工作时间以外 还需要工作 比如说他下班以后5点半6点半有可能需要工作 顾师啊医生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要救人啊救命的 他不可能说5点半我都不工作了 这个不可以的 或者是我们常常也知道的那些工程师 比如说他要抢 抢修那些电力啊等等的 如果停电 他说明天才能去上班的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一个概念有一个重要性在里面 也不是为了特意把人归类 要歧视谁啊偏见等等 也不是 主要是因为工作上的需求 才会有这个分类 那因为这个原因呢 扩免性员工他的薪准会比较高呢 好我们也分享过了 今年来说呢2023年来说呢 现在快到年底了 但是2023年来说呢 是62400块 可能明年 2024年还会再涨 还会再增加 但是基本上来说呢 最低的月薪啊 的非扩免性员工呢 应该是62400块 所以大概是5400块一个月 所以如果你的雇主告诉你 小王你是约新的 你是扩免性员工的 但是他只给你5000块 甚至给你4000块更低的话呢 那已经就是违法了 那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扩免性跟非扩免性员工的分类的办法 嗯 了解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 因为首先要像这个马瑞斯说 了解你是哪一类的员工 然后呢你相应的一些权利 可能就会不一样 那么我们先请这个马瑞斯 来给我们讲一下 在工作时间上 这两类员工 他们的区别 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没错了 如果是非扩免性员工呢 他有很多权利可以享受的 他可以享受 包括呢他可以有加班费 最重要的就是加班费 加班费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工作满8个小时一天 8个小时以上的 都是给你加班费1.5倍 比如说我今天9个小时 那我那个一个小时呢 他要给我30块一个小时 根据我们刚刚说 那个员工20块一个小时来算了 所以他要给他30块一个小时 比如说我工作到8点半到5点半 我今天工作到6点半了 所以我要额外的有一个小时30块 雇主要补给我的 好了另外呢就是说 假设我如果工作满4个小时一周 我工作了42个小时 那你两个小时呢 也要给我那个加班费60块 补给我 那个这是加班费最重要的 但是有些朋友都说了 那我如果我没有工作40个小时 我只工作了30个小时 那会有没有加班费呢 那那个要看看那个个别的例子了 但是重点来说呢 如果你是超过40个小时一周呢 你必须要拿到加班费 如果你是非贵贵性员工 那除了加班费的最重要的区别以外呢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了 第一个呢你必须要有30分钟以上的 用餐的时间 比如说我8点半上班 5点半下班 所以我中间呢 比如说我是12点半吃饭 我最少可以吃到一点钟 OK 12点半吃饭 可以吃到一点钟 我有半个小时 不受干扰的用餐时间 那用餐时间呢 不是说你要一边接电话 一边吃饭的 你是完全是你自己的时间 因为那30分钟呢 是没有工资的 大家要注意 那30分钟是没有工资的 所以假设你是8点半上班 5点半下班 你是1点半吃饭也好 12点半吃饭也好 没有 半个小时没有工资的 那个是合法合理的 OK 好了 除了用餐时间半个小时以外 那很多朋友就说了 那我可不可以多于半个小时呢 把雇主给我45分钟 或者是给我50分钟 甚至给我一个小时 可不可以呢 是可以的 你可以有享受到3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 你内的一个用餐的时间 那如果是更多了 那就显示了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比如说他给你一个半小时 或是给你一个小时 连15分钟 甚至更长的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 那这个呢 就会引起到一个叫做 Split Shift了 那什么 Split Shift呢 就是说呢 有些行业呢 可能他在中断的时间 比如说2点到4点 或者是2点到5点 我们知道很多的餐厅 餐馆呢 他们是比较没生意的 很多时候 为这个原因呢 他就休息2点到4点 或是2点到5点 那三个小时呢 不给员工工资 哦 小王我们2点到5点 我们没有生意的 请你休息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 你就是休息 你可以学校 你可以回家 什么都可以 但是那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是没有工资的 那这个呢 就显引起到一个问题了 我没有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的工资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 比如说我不可能回家 比如说我住很远的 我虽然是住在罗兰港 但是我的餐馆 上班的地方在Santa Monica 我不可能回家休息的 所以我这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呢 是用不到的 我只能在可能在餐馆里面休息 或者甚至于我在车上休息的 那这个对于那个员工来说呢 是不公平的 因为呢 他不能运用那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他可以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呢 雇主呢 必须要多付一个小时的工资 给那个员工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 佣餐时间是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呢 雇主要补给你额外的一个小时的工资 一个小时的工资 就我们说的 因为你是雇主呢 不要给太长时间的佣餐时间 我们觉得呢 一个小时是合理的 如果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呢 你要弥补一个小时的工资 这个叫做Split Shift OK 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呢 蛮多的规范的 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 当你工作满四个小时 你要给员工十分钟以上的休息 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 或者是一点半到五点 你也要给员工一个十分钟的休息 那个十分钟呢 是不需要打卡的 你要给员工的 而且呢不能靠取 要看的工资 说你休息了十分钟 所以要靠十分钟的工资 那个是不合法的 OK 那个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呢 那个是要必须要给那个员工的 要付工资的 以后呢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佣餐时间了 那佣餐时间呢 必须要在五个小时之内要给他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 如果你是班的班账班 你一点半之前要给员工佣餐 你不能让他两点都不能佣餐 两点半都不能佣餐 这个也是违法的 如果你必须要他 比如说开会或者是别的事情 要他到一点十五分 或是两点才能佣餐的话呢 你要补他一个小时的加班费 OK 有很多的规范 甚至于呢 那个休息时间十分钟呢 也是的 也是 呃 邻国的 你不能说规定他 哦 你必须要在十点钟休息 你必须要在十一点休息 这个是要邻国的 他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终点是不能跟他的佣餐时间合并 不能合并 比如说 你不能说 哎小王 因为你有十分钟 早上下午 请你把那个佣餐时间 合并在一起 变成四十分钟 OK 那你不是有个长一点的佣餐时间吗 很好 是不行的 因为呢 休息的时间是一个精神是说的 要你去休息 休息就是休息 要你工作期间你可以休息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行业呢 是非常累的 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包装啊 比如说做一些生产线啊 如果你 呃 每四个小时没有十分钟呢 是非常累的 所以那个精神都是给员工一个休息的时间 并不是让他去 合并在那个佣餐时间当中 所以如果你是要员工 合并在一起 或是你的雇主 要你去合并在一起呢 是不合法的 那但是呢 下午的那个休息时间呢 是可以扩免的 那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跟员工 雇主跟员工有一个协议 说我们可以有一个waiver 我们签过一个协议说 你下午的十分钟可以不享受 但是呢 你可以提早走 比如说我要接送小孩 我要早点回家等等 是允许的 你可以在那个书面的要求之下呢 要你的那个员工呢 早15分钟 15分钟离开那个公司 没有任何的违反劳工法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书面的签字 我们叫做waiver 那这样子的话呢 都是允许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作为非破免性员工呢 可以享受蛮多的权利的 包括加班费 用餐时间不能合并 休息时间跟那个 如果提前走 不享受这个休息时间呢 可以签一个waiver 一个破免 都是可以允许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 你的权利呢 会比较多的 跟那个非破免性员工 跟破免性员工的分别呢 最大的是这一点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Maurice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如果你做一个 这个非破免性员工的话 其实是比 护美的员工 这个拥有更多的权利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没错 没错 你可以这样子理解 作为一个非破免性员工 因为他是接受这个实信的 因为他是一般来说呢 是低于 我们护美性员工的工资 也知道了 我们2023年 LA县的最终工资是15块半 15块半 所以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很多员工呢 他都只有15块半 所以他必须要享受到 我们刚刚说 所有的福利跟权利 因为他的确是 比较低的工资嘛 了解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 Maurice今天跟我们讲的 非常重要 先弄清楚自己是哪一类的员工 然后呢再去这个决定 就是自己的权利 到底是多还是少 那么当然就是说 对于这个 豁免性员工也是有权利的 那么这个 但是会比非 豁免性员工呢 会少一些 所以大家如果是 对自己这方面 不是特别的了解 或者是说 不知道怎么样去分辨自己 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员工 都不妨打电话 给Maurice 来向她请教 来请她 帮大家这个判断一下 那么我们说完工作时间 我们来说说工资 就像我前面说到的 我们出来 这个打工嘛 大家都是为了工资 希望能够多挣一点 但是在工资方面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 有一些工作时间的影响 还有一些 可能其他因素的影响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那所以 在这个豁免性员工 和非豁免性员工 在工资方面 有没有您觉得认为 必须要跟大家 这个让大家了解的部分 对 那这个呢 我们就先探讨一下 工资单了 工资单 因为呢 工资单呢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文件 告诉这个员工的工资 怎么样去发放 怎么样去计算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很多次了 提醒过很多朋友 跟客人 很多次很多次 你必须要有你的工资单 你不能说不知道 没有 我常常还是碰到很多朋友 告诉我说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可以拿到工资单 我不知道有没有工资单 我只有一个直接的那个 呃 船管到我的户口 账户 我不知道怎么拿到工资单 那这个呢 是有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现在呢 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那工资单是很简单 就是一张纸呢 写清楚你的工资 一个小时多少钱 你工作了多少个小时 我们刚刚说了 就以一个二十块个小时的朋友来说 我是仓库的管理员 二十块个小时 每周工作四十个小时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仓库的员工的规范 所以工资单要写清楚 呃 你的雇主是APC公司在哪里 你的名字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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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主可以10月20号付你工资 付你10月1号到10月15号 通常来说 必须要在5天之内付你前两周的工资 这个要写清楚了 我工作了两周了 工作了80个小时 每个小时20块 所以你会有1600块 这个要很清楚显示 讲到这一点 我们要说一下了 如果你是属于非扩免性员工 你最少每两周要发放一次工资 最少要每两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的雇主可以每周发工资给你 更频繁没问题 但是不能多于两周 比如说三个礼拜 或者是四个礼拜想给你工资 这个是违法了 万一你的雇主说 我每天给你工资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 非常欢迎 每天给你工资 比如说20块一个小时 8个小时 每天给你160块 可以 没问题 但是相对于来雇主来说 可能就构成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每天要帮你动工资单 对不对 所以我才没有雇主会这么 这么有兴趣 每天帮你动工资单 所以我们觉得 法律是有他们的规定的 OK 每两周 准备一次工资单 那个是合理的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样子 如果你每两周 哪一支工资 所以你每两周 你会哪一张工资单 那工资单 有两个办法给你 第一个办法 就是给你一张纸 给你一张书面的 给你一张 写清楚你的工资单 工资从10月1号到10月15号 今天是10月20号 所以就发放两周的工资 1600块 然后要扣税等等 要写清楚扣什么税 比如说联邦税 州政府税 社会安全福利的税 EDD的税 失业禁 零食账上福利的税 等等都要列清楚 写出来 OK 这个就是工资单 他要给你的 如果得到你的同意 他可以给你一个网上的版本 网上的版本 那网上版本呢 部主要告诉你 小王 你的工资单呢 你同意 可以拿一个网上的版本 请你去那个网站 去下载 这个呢 这是我常常 告诉我们客人 你要问你的雇主 或者是你的人事部 怎么样去下载 你的工资单 不能说不知道的 他们有告诉你的 只是你可能不管 不理 没兴趣 但是呢 常常劝告我们的客人 朋友 你每次要下载下来 看清楚 有没有不对 比如说 有没有给你加班费 我明明工作了 五个小时加班费的 他没有写出来 也没有给我 或者是我明明是 每个小时二十块的 但是不是哦 他给我 一个月一次的工资 说三千五 怎么样的 不是我们说好的 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的 你要查看你的工资单的 你不能说一年都不看一次 六个月都不看一次 然后很多的纠纷 然后三局被解雇的时候 才找我们 说我被解雇了 然后我们第一个问他 你的工资单在哪里 我想看你的工资单 哦没有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拿 也不知道 下载 雇主有没有给我 其实可能雇主是有给你的 只是你不知道怎么去下载 或者你不管 扩着是雇主可能给过你一些纸的 那个hard copy的那些东西 纸本的给过你 你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 也没有看 所以造成呢 就很大的延误了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是扩免性 非扩免性员工 你应该会拿到一张工资单 每两周 甚至每周会有的 那相对于非扩免性员工呢 扩免性员工有点不一样了 扩免性员工呢 他可以每个月才给他一张工资单 这个工资单呢 写清楚说他是exam的 扩免性员工 然后呢 他的工资是5500块一个月 所以每两周这是2750块 OK写清楚 他可以说他工作了多少个小时 但是他不见得说清楚 有什么加办费 因为他是没有加办费的 然后呢 同样的也是需要有写清楚 那是扣税啊等等的项目 如果有其他的 比如说有奖金啊 有其他的佣金啊等等 你要写清楚 不能说拖到下个月等等 也是要每个月要发放 所以扩免性员工 一般来说呢 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因为他没有加班费 没有工作时间 没有说他的时薪金多少 但是呢 他会有写他的约薪金是多少 比如说1万块一个月 他每两周给他5500块 所以这个就是基本上 扩免性员工跟非扩免性员工 在那个工资发放的区别 我们要注意了 了解 所以公司单非常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 从莫里斯这里得到的这个信息 所以大家如果是说 你没有收到过 或者是说没有注意过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查看 因为这个会成为你 这个最终可能如果一旦 你跟公司发生 和雇主发生问题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莫里斯通常就是说 如果是在货免员工 或者是非货免员工方面 雇主是因此产生了一些问题的话 雇主的后果会是什么 那这个有很多的纠纷常会发生的 因为我们以上说过了 比如说加班费没有付了 或者是付的不准确 或者是他的上班下班 私房用餐时间不清不楚了 很多时候都会交成纠纷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 有个随便有个客人 他说我本来是要做 一个实心的员工的 20块一个小时的 但是他的老板告诉他 你不要用这个时间了 你就干脆我给你一个约信 3,800块一个月 那你就很灵活的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都是3,800块 所以这个原因他没有打卡 他也没有任何的 我们叫做clock in clock go的时间 几点下班没人知道 几点下班没人知道 几点去用餐没人知道 所以当他真的是被解雇 或是离开的时候 我们要调动他的报告 调动他的员工记录 什么都乱七八糟了 雇主一定会吃亏了 因为雇主不能提供一个准确的 上班上下班的时间 那究竟他是七点上班还是八点上班呢 那造成了很多的纠纷了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因为这个样子 可以告诉雇主说 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他的工作时间是超过40个小时一周的 你要发放那个加班费的 那到时候雇主都说了 我不是啊 他是有工作40个小时 那怎么证明他有工作40个小时 多于还是小于40个小时呢 这有很多的纠纷 很多时候都要需要人真 很多时候要需要很多的书面的记录等等 这会有很多的争执 也是不必要的 所以这个除了对雇主来说 是要造成很多的那个付费啊 支出啊等等以外呢 只是对员工也不太公明 因为员工工作这么辛苦 他应该享受到他的加班费 而且因为不是马上付他那个加班费呢 也会造成一个叫做那个waiting time penalty 这是一个等候时间的惩罚 因为如果雇主没有给那个员工 马上发放那个加班费的话呢 会有那个惩罚的 最高会高于一万五千块的 所以不要随便 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 我们常常建议呢 雇主要有一个很准确的员工记录 因为这个完全是那个雇主的责任 因为员工没有责任的 员工不可能告诉老板说 老板麻烦你做个系统 给我打卡 或者带个打卡的系统来 或者我自己写下来 我经理上班下班 这个不是员工的责任 这个百分之百是雇主的责任 所以如果雇主没有做好这一点呢 吃亏的一定是雇主 其实要是说呢 两边都有都会吃亏 因为员工要等候这个钱 等了很久都拿不到 对员工也是不公平 甚至要跟那个劳工去投诉 对不对 那对于我来说 他也一定要需要赔的 那个基础是一个绝对性的 那个法律责任 必须要赔的 所以双方都要做好了 我们觉得 所以这个其实啊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 就是说 如果是你不知道 或者是不了解的话 可能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提前去准备的 就像Marice今天讲的 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这个雇主会觉得跟雇员关系很好啊 所以呢我们就啊 这个就像你这样就不用了 或者是我告诉你这样 你就正上来上班就可以了 所以但是在美国啊 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家要认知到法律 而且呢我们在法律的部分呢 是强调证据 所以呢就说 无论你是雇主还是雇员 这份东西都是应该去做的 而且要去留好 那么最后我想问一下Marice 就是在这个货免员工和非货免员工啊 这个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工资和工时的方面 在劳工法方面还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他们得到的权利是不太一样的 对那除了那个工资工时加班费这个基本的概念以外呢 其实我们在工作时候呢 大家也要注意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 比如说有没有歧视啊 或者是报复啊 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啊等等呢 我们都要注意的 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呢 公道一些事情呢 是觉得 为什么我作为华人呢 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跟其他的员工 他们也是同样的 为什么他们的薪水 为什么他们的时间等等 都跟我不一样 是不是有一些不公平歧视等等 大家要注意 那我们常说了 有些客人可能觉得他对我比较好 他对其他的同事比较好 是不是有一种偏见啊等等的待遇呢 没错 有可能有些时候会知道这种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有一种呢 在法律上来说呢 如果没有牵扯到种族啊 或者是年龄啊 或者是性别啊等等 其他的事情以外呢 不见得是属于歧视 如果是有种族 有语言等等方面呢 才是属于歧视的 所以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东西 情况 你觉得 我年纪比较大了 我55岁 但是我的一些其他员工同事呢 他们二十几三十岁呢 特别有比较好待遇的 是不是因为公司觉得 我的年龄有歧视的成分啊等等呢 可以先做一个评估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事情呢 可以先跟你的人事部 或是跟你的雇主主任 管 主管 先做一个报告 我觉得有这种的问题 请你 去调查一下 如果没有得到一个合理 震荡的那个 调查结果呢 可以随时跟我们做一个咨询 我们有很多的办法呢 帮你去做一个调查跟研究 希望是可以让你去得到一个 比较公平的对待 有些时候呢 的确有可能是一个 种族或是年龄的歧视 但是有的时候呢 不见得构成这个 法律上可以追究的 所以每个案子 每个状况都不一样 如果你不了解呢 可以先跟我们做一个咨询 我们会通 所有的那个状况 再做一个评估 再给你一些建议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的 大家如果想联系 Marice的话 可以扫描他刚才说的 二维码 或者是拨打 环境生律师事务所的电话 6262826868 那么直接呢 找到这个劳工部 或者直接找Marice 来向他请教 就像Marice说到的 很多东西可能 对于一般的 这个民众可能不知道 也不了解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这个 去向他们咨询 那么在这里也强调 这个他们的这个咨询 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不用 有这方面的担心 今天也谢谢Marice 来到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做出这样的分享 以及告知大家一些 应该注意的事项 辛苦您 谢谢 谢谢 知道 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民胜说法 下个月我们再见 by bwd6